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国之后 胡哲也是在低调地准备自己的话剧巡演 并没有急着重回大营品 近日 胡哲悄然现身武汉拍新戏的消息不禁而走 还有人在武汉偶遇胡哲 胡哲一身休闲打扮 留着稀疏的小胡渣 高高瘦瘦的 手插口袋 合影十双手后背 难怪被人成老干部作风 有人称 胡哲此次现身武汉 是在筹牌电影野恶毒 僵尸演一名本 跟胡哲一样的角色相比 是有挑战的 今天则正式官宣 胡哲将和贵轮美 廖凡 万希等人合作一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 导演刁易男曾和廖凡合作过口碑之作《白日焰火》 胡哲也是导演亲自挑选的男主角 仅从演员阵容看 这个都是演技派 是要录奖的节奏 今年胡哲也算是全面回归了 不仅有已经官宣了个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 王国TV的全新综艺深入人心 也将邀请胡哲 晋东 孙红雷 王力宏等多位明星加入 晋东和胡哲也是通过伪装者的精彩演绎 让大家注意到了晋东 也看好这对大哥和兄弟的组合 私底下两人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之后 凭借狼牙榜的合作 兄弟CP的印象再次加强 这次王国TV打造的深入人心 从节目形势来看 主要是从声音的魅力上来发觉有潜力的新人 这也将是两人继伪装者之后的又一次同框合体的机会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你期待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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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